赫五欲 第五个 赫醋 醋 是生的醋 言而彼是生 生的醋 云和赫醋 这个醋是生种种烦恼的大音 是戏服心的根本 为什么 其他的四根眼耳鼻舌各当其分 就是其他的眼对色耳鼻舌 我们看眼就是两眼睛而已 耳就是两片耳朵鼻舌 其他的都是生 都是生畜 所以这个眼耳鼻舌各当其分 此 此就是生 则变满身世 生畜广固 多生染佐 这个佐 这个佐会非常难离舍离 生变满 有的喜欢 比如说肌肉或是手 脚 种种的生一个部分 何以置之类 就好像人贪着色 我们要怎么对质 我们要观身不敬 三十六种不敬 令他生艳心 三十六种不敬如角株二十七所说的 就是毛发 牙齿 小肠大肠 种种唾涕等等 若以处中产生燃佐 虽之不敬 这个不容易舍离 虽然知道他不敬 但是却贪着他的细软 即使观不敬 但是有的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所以很难舍离 第二 处难舍 处难舍离 所以常做重罪 受苦万端 因为这个处难舍 所以为了他经常造作种种的罪 有的堕地狱 地狱我们上次说过 有八大地狱以外 还有八寒冰地狱 还有八炎火地狱 这些小地狱 八寒冰的小地狱 八炎火的小地狱 都是因为深处受罪 受苦万端 这个处是大黑暗处 毁难之险道也 下面举 耶稣陀罗 耶稣陀罗 就是四尊 他在出家之前 他事实上有娶妻 就是其中一位 所以底下 这个其实所谈的 就是四尊跟耶稣陀罗 还有跟罗赫罗 之间的姻缘 提到独角仙人 这个都是我们四尊的本身 所以四尊以前 不一定每一生 每一世都是 做一些轰轰烈烈 很崇高的行为 不一定 也有做一些糊涂事 但是这也很老实的说出来 嗯